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摄这些代表中国未来的产业 其实也代表着我们以后要走的方向 我觉得西方对我们中国其实了解还是太少 我希望它应该对我们真实的一面多加了解 对我们整个我们国家的这种改革开放的态势 还有特别是我们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在国内在中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和土地上 怎么能够快速成长 比如说像这个脑机接口 可能能够更好的临床应用 还有包括我们无人机方面 用在我们的智慧城市管理 也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都是应该大力地去发展的 所以这样也需要中外的科技工作者来加强合作 无论是学习还是日常生活 本质上都是在广阔的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我认为应当把学到的东西可以更多地去转化为实际上做出来 可以去实现的东西 我觉得包括跟学生们聊天 包括跟企业家们聊天 也觉得武汉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 也富有创业精神的一座城市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希望能够向世界所传达的一种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